像我们这个MC看用两个漏斗 它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个相连 合并为一个漏斗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科学呢 向上估计日子来生活 大家好我是猛轩 欢迎的猛轩的 加入MC是科学的 因为上期视频的火爆 我们的视频已经上热门了 所以本期视频依然是点赞超过5000 我们就立马更新一下一下 也是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才会更新的如此的之快 那我们的MC变得科学了 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 跟着我一下 在真实MC中 如果发生地震这样的 自然性地理伤害的话 我们周围的环境 都会发生强烈的一个震动感 包括我们挂在墙上的画等等的 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振服动作 在真实MC中 我们的动物也不将那么的死板 他们也会文歌起舞 听到我们的音乐以后 也会做出一些跳舞等等的一些动作反应 并不会是呆呆的 只是站在旁边不动于衷 在真实MC中 火山这样的地理位置 是一定不能少缺的 而且它有着离地的机率 会发生火山喷发这样的自然性灾害 一旦火山喷发发生以后 周围的一个地理环境 都会发生一个致命性的毁坏 在真实MC中 除了我们的梯子以外 像栅栏中间中有缝隙的 是绝对可以往上进行一个攀岩的 或者像竹子啊等等这些竹竿以来的东西啊 它特别细长 我们也是可以沿着它 往上进行一个攀岩和爬行的 不然怎么大熊猫也可以攀爬我们的竹子呢 所以来说这种攀爬这种细长东西 是非常合理的 在真实MC中 除了有地震这样的自然性地理伤害 还可能会有陨石撞地球这样的操作出现 所以一旦发生陨石撞地球 我们的地面被这个小陨石撞到的话 也会造成一个地面大幅度的一个损伤 并在地面上撞出一个非常强烈的陨石坑 在真实MC中 我们的绳子是可以做到 栅栏之间相互进行一个连接的 不会像是原版MC当中啊 只能去连接我们的生物 而并不能说像是我们两个栅栏中间 直接连接过来 然后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完美地做出一些天桥啊 或者是像我们的一些天线啊 这种类似的东西 在真实MC中 我们的小机下弹 并不会像原版MC一样 下出来的是一个掉落在地上的 一个掉落物漂浮着的状态 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弹 直接掉落在地上 当然我们捡起来的方式也是一样 只需要靠近这个弹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进行一个捡起就可以了 在真实MC中 从我们平时来说 想坐在哪就坐在 你可以选择坐在我们的栅栏上 或者是选择坐在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方块上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不会像原版MC那样的限制住 你只能坐在矿车或者是船上 在这个真实MC中 你是可以任意坐在什么方块上面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在真实MC中 我们如果要使两个物品相连的话 只需要用到两个漏斗 而且它们会合并为一起变成一个漏斗 并不会像原版MC一样距离越远 就需要用到越多的漏斗 像我们这个MC 看用两个漏斗 它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个相连 合并为一个漏斗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科学呢 在真实的MC中 我们行走在雪地草地或者是沙子 这种质地非常软的方块上 我们行走过去的一个路径上 都会留下我们深深的一个脚印 好的那么本期的假入MC是科学的 就到此结束 给大家来报一个小小预告 我后续会将假入MC是科学的 变成动画版2.0全新版本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 好的那么点赞超过5000 我们就更新下一期 咱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